这个女孩也太牛逼了 只因看电影时突然觉得好热 她竟直接拉开外套的拉链 随后当着两人的面 将手伸进自己的欧派抓养 这天晚上 杰女躲在房间里看着学习资料 也就在这时熟悉的触角映入眼帘 并静一看 竟是活了两年半之久的小强 小强的出现下的杰女头皮发麻 虽然男主第一时间将她解决 但杰女还是害怕 于是在小强的助攻下 杰女睡在了男主的房间 到了半夜 听着一旁均匀的呼吸 男主提心吊胆的转身 只是一眼 男主的视线再也无法从杰女的脸上离开 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杰女曾经的姓氏 可惜杰女睡得很沉 并没有听到男主的讲话 第二天下午 东头来到男主家里看电影 可令杰女没想到的是 东头竟能若无其事地躺在男主腿上观看 而男主也很是配合地摸着她的头 看着两人亲密的举动 杰女在一旁非常尴尬 也就在这时东头拉开了外套的拉链 看到这一幕 杰女非常吃醋 生怕下一秒两人就原地结婚 好不容易等到电影看完 两人又无视一旁的杰女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了观后感 不知聊了多久 看到杰女喝水的男主 突然觉得自己也口渴了 于是想都没想拿着杰女刚喝过的杯 毫不在意地喝了起来 东头看后小脸羞红 在她看来 刚才就是间接接吻了 然而两人早就亲过了嘴 所以在他们眼里只是见怪不怪的小事 放下杯子 男主突然来了睡意 东头示意男主可以躺他腿上睡觉 而男主也没拒绝 理所当然地想要躺下 杰女见状慌了 立马拉住男主的手表示这样不行 可面对两人的质疑 杰女却说不出不行的理由 于是 就这样男主阴差阳错地躺在了杰女的腿上 为此东头有些吃醋 他想趁此机会献出自己的初吻 杰女刚开始还以为听错了 再三确认后 他提醒东头既然是自己的初吻 就该更加珍惜一些 所以最好是在男主醒着的时候吻上去 东头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转身回家了 晚上 母亲找到在卫生间洗漱的杰女 八卦地询问东头和男主是什么关系 毕竟整个暑假都看到东头来家里玩 他严重怀疑两人已经交往了两年半 所以为了不落后 母亲也提议姐女快点找一个男朋友 今私 なんて